大家好,歡迎收聽大觀演繹,我是David 今天當然是討論一下,雖然不算很新鮮 但也算是新的新聞 當然就是 講到俄羅斯 有普京大佬之稱的那位杜金 原本 有人應該是想用汽車炸彈暗殺他 不過就臨時臨急,即是臨時去到那一刻 他要坐上車的那一刻,他的女兒跟他調換了車來開 所以他的女兒開了他的車 他的女兒結果一被汽車炸彈就炸彈了 他就呆了,看著他的女兒 那就是這樣的新聞 杜金因為他本身也是普京的大佬 不過普京的大佬並不是普京的軍師 或是幫他出謀話策 他不是 他其實是可以說普京搞的那種 大俄羅斯或大斯拉夫主義 那種的思想 其中一個可以claim的根源就是他 即是 他甚至不能稱為國師 因為國師,普京會是禮遇請他來餘容 但實際上不是 而只不過 他講出來的東西被普京用了 大家可以說是互相借用了對方 因為你作為一個 搞這類型哲學 搞這類型的知識分子 他們一般來說真正的 操盤能力就不強 只是吼吹而已 只是負責吹水 但是他的吹水因為對普京的統治有利 或者對普京的擴張主義有利 所以 兩個就變成互相利用 即是普京可以給他分頂 給名譽地位 或者給他出鏡 又用他的女兒 來做電視台裡面的 要職 也經常給他出鏡 他一直鼓吹那些東西 他鼓吹那些東西 普京只要pick up回來用 自然可以放在自己身上 所以 這個人和他的女兒 如果能夠有影響力 甚至 這兩個人都是支持對烏克蘭用兵的 支持烏克蘭對烏克蘭戰爭的 如果他們能夠 煽動到俄羅斯人的所謂的外國情緒 所謂的 大斯拉夫一體的那種情緒 而能夠幫到普京繼續打這場仗 為什麼不? 對嗎? 所以 他對壞了他 或者至少對壞了他的女兒 某程度上 就是 俄羅 就這樣外面看 就好像俄羅斯外面 俄羅斯裡面有人不妥 他和普京那一套東西 好了今天 儘管就這件事分析一下 大家如果記得我之前 有個短打 就有提起過 因為之前已經傳過 有俄羅斯巨民有普京內圈的人 就有聯絡過 有聯絡過 CIA 有聯絡過 MI6 或MI5 就說 有意思 想推普京下來 跟西方商量 當然一方面談條件 條件就是 西方可不可以幫我 或者給情報我 或者給人手幫我 換到的就是如果俄羅斯 如果我堆壞了之後 我坐了上去 你可不可以支持我呢 有些 Sension 可不可以不去到那麼準 你當是俄羅斯自救的行動 但是我講過 之所以西方會流出來的這些消息 就是 第一不是太相信 首先就是 你是還是不是 第二就是就算我真的信你 是 Genuine的 你真是想做 但沒有禮物 這個世界只託是沒有用的 只託你拿不到支持 你要有行動才可以拿支持 我想他們都要求 特意公佈出來 就要求你的行動 或者逼你行動 因為 消息一爆出來的話 你就不能坐在那裡 嘆冷氣 因為 就算你打算再坐多一輪嘆冷氣 等西方再給你條件 跟他說 普京不會跟你探冷氣 普京就肯定開始找人來打你 找人找到這幾個人 我想不止一個人 可能找到這幾個人出來 然後逐件逐件打倒 於是西方一漏這個消息 其實時間就會很緊逼 即是是你就好行動 這些行動也難聽說 都是一種投名狀 你要入伙你也要告訴大家 我要做事 無論是 他們自願 終於看起來 好吧 我動手 顯示我的誠意 交投名座 還是被普京 有些行動已經逼 不反不行 無論如何 第一槍 第一波就開了出來 當然 做完之後 現在 有組織承認了責任 隔了大概 一半到兩天 據稱 俄羅斯國家 共和軍 俄羅斯國民共和軍 有幾分當然是愛爾蘭共和軍 那一陣 但當然名字就是這樣 剛好就像這個名字 這組織 發表了聲明 第一 承認這個責任 這傢伙是他殺的 第二就是一個發言人 代他們讀這篇聲明 發這篇聲明 那個人其實就是一個 原本是俄羅斯 的IT業大亨 但這傢伙已經16年流亡了去烏克蘭 而這個人 原本 他既是 商業上 搞過IT公司 也都在石油公司的IT那邊服務過 然後也轉戰進入政界 是俄羅斯道馬的前議員 在議員當時 當普京在2014年要入侵克里米亞 他是唯一一個投反對票 他平日都outspoken 但是這個人的背景也有趣 既是IT業的巨子 在俄羅斯裡面 但與此同時 他在政治上 其實他是左派 他是進入了幾個不同的左派陣營 包括是俄羅斯共產黨 那不是蘇聯共產黨 不是以前的蘇共 這是俄共 是俄羅斯 蘇聯解體之後的俄羅斯裡面的共產黨 但是 如果我看網上的一些說法 其實他都很 可以說幾面不是人 如果以納瓦以來的自由派和民主派來看 他們不會相信這個人 因為他們認為這個人根本就是共產主義者 其實就是想復辟俄羅斯 不是復辟蘇聯 但是 共產黨內部也不看不妥 這個人其實是沒有政府主義的 根本跟俄共那一套完全不合 所以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樣子呢 其實某程度上也挺難 如果看他的主張 他是有些理想主義 即是理想社會主義的那種樣子 所以有人說他是新學派 也不奇怪 他記上天下大同 世界大同 所以他會有趣到提議 就是俄羅斯 推翻了普京 行民主之後 將來逐漸加入一些 超國家組織 即是加入歐盟 甚至應該跟美國 跟什麼 大家再搞一些更大的 超政府組織 而在 國內裏面 最初 由現在的共和制 走回到議會制 然後再由議會制 最終過渡到直接民主制 這是他一些思想 一些想法 官物論是哪一件事 現在他和這個組織 承認了責任 而這個組織本身 之前找不到多少資料 不像俄羅斯的自由戰士那一堆 那一堆你一看 在網上找到很多條目 那些也是跟南亞以來那些相關的 那些是長期支持 你知道他是什麼人 但是這一次承認責任的這個組織 實際上沒有什麼資料 我覺得一個組織很新的 亦都 於是乎我們可以這樣想的就是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這一件事 這個組織claim了一個責任 但是是不是他直接派人去做呢 其實就可以相確的 情形有幾分似 有幾分似 這個卡通片 這個一拳超人裏面 第二季 第一集 那一集 就 說有一班 英雄協會裏面 S級 即是Super級 即是最強的那一級 排名第七的 號稱地表最強的英雄 叫做King 但是其實這個人 根本完全沒有任何戰鬥力 還要是膽小如鼠的人 不過幸運 他認真行運 就是他每次遇到怪物 遇到怪人 但是在最危險的時候 奇玉就會出來救了他 他自己也不知道 奇玉救了他 因為奇玉太強 一拳超人 一拳打爆了 那些怪物 他已經閃了他 所以 每個把 打了怪物的 那些 攻擊 全部算了 去這條傻佬頭上 而這傻佬又不否認 又不出聲 看來沉默寡言 高高大大 還有三疙瘩在眼上 看來他好像很凶狠 最好笑的是 這傻佬其實是膽小的 所以看到東西 一緊張 他的心臟 一跳的聲音 跳到 一跳的聲音 站在他旁邊也聽到 結果被人 曲解為 Kane's Engine 就是 只要他的聲音 噗噗噗噗噗 接著那傻佬就會玩完 那隻怪人 或者怪物就會玩完 其實完全是人家打的 不過他跑去Claim Credit 會不會有些機會是這樣的情況呢 我認為有一定的可能性 為什麼這麼說呢 做這些炸彈事 做這種事 你說如果 會不會是CIA 或者MIA6那類出手 我看不像 也不像完全是 做這些事 如果由CIA他們去做的話 第一其實美國沒有那麼大興趣去做這種事 而且要殺也沒有那麼大興趣去殺這些 因為對於他們來說 第一 有大行動容易暴露自己的組織 因為對於 CIA也好 MIA6也好 他們最大要務首先是搜集情報 而且重點就是對於一個國家來講 他的考量不同 因為如果你說你親手去堆壞 這個當你堆壞普京 這樣才算直接打 就是打鬼 但是身上來那個是甚麼人 你不知道 還有就是你也不想沒有一個險 就是萬一 有任何消息走漏 或者萬一有失敗 而讓人知道這件事是美國直接策劃的話 倒過來可能會令到俄羅斯民族情緒高漲 所以做這些事 你說CIA直接去做呢 我想不像 不會是聯絡了 有人想DFA 然後給一些地方情報 然後CIA去做 CIA才不會做 倒過來可能CIA最多是給一些情報上的協助 或者 某些位置如果你要 最主要我想都是情報協助 甚至連smuggle weapon 那些都不會做 那些俄羅斯人你自己搞 有很多事情是他不會出手幫你 他摺了頭 甚至連savehouse也不會 最多可能給你一點資訊 我想這個是maximum 因為他不會冒這個險 這些國家沒有這個險 一旦有什麼東窗事發的話 這些是過了屆的 這些過了屆以上 隨時可以打世界大戰 而且是Legit去打的 俄羅斯會有一個很大的名分 去說的 這個是得不償身 所以我估計不是 美國 英國這些Agent去做 不像 亦都不會這樣做 很有機會都是裏面的人 但裏面的人的話 不要忘記現在發表的這個人 他身在烏克蘭 已經去了幾乎好幾年 你說會不會一向有地下抵抗組織 未必沒有 但是如果這樣說 他們一直以來沒有做到多少事 你不像納馬爾那堆 那堆是明刀明槍 一直以來 有往跡可尋 但現在這一堆 無哩無哩無哩地霧出來 就算找到俄文傳媒 翻譯 拿翻譯去看 很多資料實在太少 一般做得 這些組織 隱密還隱密 但是不會不做事 因為完全不做事 你拿不到金主 拿不到其他協力者的支持 大哥 我扔錢下去 我給你情報 你給你工資 你這裡做事才行 你不做事 我給你有春用嗎 而這個有錢人 Polodonov 做過什麼 他 如果以他的情況 他跟共產黨不見得 一定可以有聯繫 即是跟現在的我公 又不見得 因為他太出樣 太出樣太出面 這些人 其實真的要他 暗中查核 他也不容易 他那條線很多人會盯著 他跟他有聯絡的人也很容易被盯著 普京一定是加倍招呼的 這類型的人 所以你說他可以不可以策劃到 我看也未必得 但是他可能有某種支持 可能是 下手的人做完之後 提供一些 逃亡 逃亡上的幫助 或者躲起來的時候的幫助 有可能 因為他可能還有多少人物 還有他有錢 有資金 或者有辦法 但他又不是在FSB服務過 他又不是在軍隊服務過 他沒有那種人手 所以我猜 這個所謂的組織 我想 成立也不是成立得特別耐我私宜 可能都是俄烏之戰 開波之後 才開始成立 或者成立了一段時間也沒有什麼好做 但是現在 有一群我懷疑 最大的一個可能性 就是有一群在俄羅斯裏面 的人 即是 他們已經打了一段時間 他們已經發覺 再給普京玩下去 實在玩不下去 俄羅斯會很不行 所以他們可能有接頭人 即是有人開始想策劃這些東西 那些人 搞得這些人 我想 很有機會都是前FSB的人 即是前特工 或者是一些 前國安、特工 或者是公安 公安都少 這些東西都要找一些特工去做 很有機會是這些部門的人 他們自己有一個小組 這個現在出來應投的組織 可能事前 通過某些間接方式聯繫過 即是跟他們聯繫過 就是你現在要想做事嗎 或者甚至是中間牽頭的 可能真的有 CIA或者FBI 或者他不是直接牽頭 他那些是把消息 CIA收到這樣的情報 或者有這樣的情況 把情況漏掉給 烏克蘭這邊 流亡了過去的俄國人 適合做的 適合去幫後勤 或者幫忙逃亡 流亡了消息 那些人要入伙 就要有頭銘狀 如果沒有的話 就不行 另一方面 就是那邊要發聲 西方傳媒可能 看他們說是說 但是語不是不行 看他們可能是懶下懶下 不肯動 怎麼都要被推下去 故意洩漏 那 那 我幫忙做了 還有 如果你說整單這樣的聲器 那麼短時間又發生了 策劃這些東西 通常都不會是一天半天的 不會是臨時臨急 所以應該是早過 這個 早過消息爆發之前 即是 西方洩漏 有人跟他們接頭消息之前 已經應該在策劃 這些不會只有一個星期就搞定 已經是策劃了一段時間 可能西方在迫他快點 又不出奇 亦可能是一部分的宣傳戰 即是 說令給人聽 普京裏面很多人 想反他 然後就搞了這件事 搞完之後 這班人就可以入伙了 然後就由一個 流亡了烏克蘭的前俄羅斯 IT界的大人物 兼 政界人物 就由他 以及做了一個組織出來 就說是由他們做的 也有個好處 如果你說這樣做的話 實際上是可以 撞到俄羅斯 俄羅斯 普京做了情報部門的人 對於這些事他當然 是知道怎麼搞的 但是 如果以現在俄羅斯 有限的資源來計 一宗這樣的案件發生 尤其是 他炸的那個人 雖然炸的那個 無論是他還是他的女兒 誰死也好 那個的象徵意義大 但實質意義少 所以實質意義少 就是他會不會 即時改變到 俄羅斯權力格局 就不會 他沒有權 這班人 這班人是拉拉隊 不是拿權去動手那班人 但是 如果你說 一早就說是國內抵抗 對於普京來計 他真的要調查 其實某程度上 是容易很多 查是查的那幾個人 但是如果你說是有一個流亡人士 還要通過很多不同的網絡 去做出來的話 第一 普京要調查的話 他可能還要分擔一些其他 的人去調查外面那條線 更何況你沒可能不調查 這件事 因為如果你真的 既然一個 躲在烏克蘭的人 說出來的 那你烏克蘭政府 對於普京來計 其實他有很大的動機 就把他罵了入烏克蘭政府 烏克蘭政府沒有參與過任何事情 他只是為我招呼了流亡過來的人 那些是他搞事不關我的事 烏克蘭政府沒有參與 但對於俄羅斯來計 這是一個好藉口 至少對於普京來計 他就會說這是一個藉口 我繼續攻擊烏克蘭 所以我就不可以停 所以烏克蘭是我們的死敵 我們一定要打下去 不要打算退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他就有了一個理由繼續 捏 同時會向那個方向繼續發展 但是這樣的話 其實就可以變成了一個煙亡 令到他主力 要放精神 打烏克蘭 攻擊對外的特務線上 而對內的會不會疏忽 留了一個空間讓他們離開 尤其是 攻擊這個目標 我個人覺得是精心策劃過的 因為 象徵意義大 但因為實權少 攻擊他 殺這傢伙 成功機會高很多 因為如果你說真是持實權的 無論是 國安那邊 還是軍隊那邊 這幫人 第一他自己有護衛 第二 普京也一定有暗衛 暗中 派著 有特工暗中監視 既是保護役是監視 這幫人會不會有狡猾東西出呢 普京不會放心 所以一定有人監視著他們 如果向那些人下手的話 第一 不容易 因為太多人監視著 第二就是就算得手 那條線一追上來很容易追踩 那麼多人監視著線索一定多 還有即時可以有反應 你可能即時抓到那個人 你已經沒有了 一抓到放炸彈的人 兩次抓到的話 整條線可能就起了 不值得你這樣去做 因為他現在最主要是一種心理戰術 第一 告訴外國 普京不是你想像中那麼穩 俄羅斯還是有人反對他 第二就是 告訴俄羅斯人 如果你是反對普京的 你起來吧 你不用怕 有人在做 不是沒有人做 一直都有人在做 即是反抗 他可以有這樣的號召 所以如果你說 一個容易對的目標 又不容易失手 事後也不容易追查 很明顯的 他不是普京陣營裡面的 因為如果是要緣 普京不會那麼容易得到手 有很多人跟著他 出出入入 看著他的行程 護衛著他 那樣 你怎麼會那麼容易得手 才行 拿起車炸彈給你炸得到他 甚至有人可能搜集 汽車炸彈 或者搜集相關原材料 一般一定有人進行 但是他們進行的主要目標 和那些線可能跟著的 都是那堆人 就是那堆地下抵抗分子 然後目標也是那堆要緣 所以這種 象徵意義大實權小 不多人注意的人 然後有一群 剛剛才開始DFAD加入的人去做 做得整個機會反為高 因為 沒有線根 一向你不是監視開的 那堆人 然後再加上 已經流亡了烏克蘭的前道馬議員 兼IT巨子 他們整個組織承認責任 就可以令到俄羅斯 普京更加要猜猜到底是誰 而且有些努力還要放下去 一定要打烏克蘭 還要繼續發動攻擊 而這件事又有一個 特殊意義 是什麼呢 就是 普京本來你看著 之前有放過聲器 說 打完之後是不是還是朋友 打完之後我們還是朋友 打完我們 烏克蘭的行動完結了 我們仍然是要跟烏克蘭交往的 你想退退也沒得你退退 你現在這樣就局打 而且局打最拿命的位置是甚麼 局打即是你原先 已經有限的 軍事資源又要再丟多一次 而且 那個時間很有趣地 這個可能是一個巧合 軍演完之後 那軍演完之後會不會有哪些國家留了一些工具 給他 當是 間接給了他呢 雖然有可能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就可能逼著你俄羅斯繼續丟自己的工具 繼續丟導彈 軍炸 這樣那樣 這樣就進一步 握乾你的那個實力 還有就繼續看看你還有多少符合 你打算縮縮一下 縮了 有時不代表他沒有符合 不過他可能想著我留下多少實力 預計將來 會不會下一水 我可能要和下一水要留下一些 去預備烏克蘭大反攻 那我也要有些架山 現在就提早逼你要燒乾你的架山 燒乾燒正 握乾你的軍事潛力 那你到真的大反攻的時候 你的架山又再乾一輪 因為大家可以留意到 固然烏冬的進展小到不得了 烏南更加不用說 在克里米亞本都只是被人圍吐 即是被人打到 氣都不能吐 變成俄羅斯好像少了很多出擊 軍事的架山消耗 我想他降低了很多 所以怎樣也有些東西 其實就 某程度上逼他繼續消耗自己的東西 所以這次搞的這件事 還有扎連司機之後 我們已經在預期俄羅斯大報復 所以大家都要注意 我們要注意防守好了 我想這個行動裏面 有一些 就算烏克蘭沒有直接參與 他可能預先也知道 我想多多少少是知道 不過他不會出聲 等你走去對普京玩心理戰術 亦對俄羅斯人 和外面的人同時是私家心理戰 這樣的話 普京會開始去緊張 一方面要對外報復 不斷亂勾射 浪費自己的軍備 另一方面對內 你不可以沒有結果 最終就算調查不到什麼 都要求其交結果 如果你想搞亂俄羅斯 這是一個最好的辦法 因為現在這樣 普京逼著拘捕 亂拘捕 無論證據充不充分 亂拘捕 亂拘捕當中 一定有一群他本來一向懷疑 已經 出賣他的親信 順便放在名單上就算了 這樣就堆壞了他 既然懷疑你 就算你沒有證據說是你做 甚至你真的不是你做的 你完全沒有份 你還是效忠於普京的 但對不起 我猜忌你 不如拿你來殺雞警候 嚇一嚇人 告訴俄羅斯 亦都順便告訴俄羅斯 我就是大權在握 你這群人不要搞錯 我大權在握 所以我懷疑他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 會不會還有後著行動呢 會 而且我覺得 不會是現在急著行動 因為如果現在急著行動 就會 第一現在剛炸完一條人 現在炸完一條人之後 如果 風頭火洗之下你再浮面再炸就很有機會被人捉到 或者起碼多了一條線根 如果這個組織是新的話 舊的組織一般不容易做 因為一定有國安跟著 但這些我認為是很新的組織 這群人都是新的 可能真的剛剛背叛 這樣就變成不完全清楚了 或者有幾個舊人去做接頭 但是有些參與行動 直接參與行動有些人是新的人 他有可能是退役 一輪 他未必是很高官街的 那群人 可能是中級人士 或者中低級人士 變成 國安不會特別注意那些人 然後那些人看起來 這樣不行 然後加入了行動 然後就搞定 搞定完之後 要拉一排 最好就是由俄羅斯拘捕 俄羅斯總要交結果 如果俄羅斯拘捕 而且他要為了穩定人心 除了要一邊吐烏克蘭之外 一邊要趕快拉幾件 拉到之後 然後才 再有下水行動 再不知炸哪些人 或者這次索性炸了老爸 上次炸不了你 炸了你的女兒 這次怎樣也要炸你 或者其他類型的 類似這些 沒什麼實權 但是整班都是拉拉隊 那些逐個抓的話 逐個逐個去吐的話 那你這一頭 拉拉說我已經抓了人沒事了 那頭又有事情發生的話 那個心理戰的效果就最大 如果是這樣的話 俄羅斯人就會發現不是 其實普京那個 緊箍不是很緊的 說到好像很恐怖 咦 仔仔脫漏 為什麼這頭拉了人應該沒事 那頭又有人死亡呢 到底還不安全呢 那你就會令到俄羅斯人有不信心 Ferrano 就不會再越來越不信普京 本來就不信他說話 但是 本來信他那個power 信他那個恐怖的手段 但是原來 普京變成一個小丑 沒有人害怕他 那些人就會真的出來反抗 那普京就更加站不下去 也有機會令到他更加發瘋 他更加發瘋 而如果他查到裡面 他就不是用 他就不是說要噴嚇武出去 他是有機會要裡面大整肅 這樣的話就有機會逼到軍方 國安那些人 如果個個都害怕 我每次都被他猜忌 不知道他猜不猜忌 你知道他猜忌也更好 你不知道他猜不猜忌 但他很有可能猜忌你 尤其是上次死的那些 有些真的是royalist 那些是被人 被人 被人誣了 或者被他 被普京自己疑心過大 冤殺了 大哥 你自己人人心寒 那會是怎樣 這些有些公眾未必知道 他另外找一些特工不發聲 老闆了那些人 然後把他丟掉 隔了一大堆才出消息 說病死了 但這樣的話 外面 俄羅斯人未必知道 但內圈的人一定知道 而且內圈的人如果知道 如果再洩資料出來 然後再拿去傳媒 外國傳媒放 又再推進俄羅斯裡面 這種心理戰就很厲害 所以我懷疑 如果是一個這樣的場景的話 短期內 未必會立即再有行動 要不就立即再補一飛 就立即把杜金 補夠飛 做夠兩單 如果不是的話 機會反而不大 可能現在要躲一躲 然後等俄羅斯勾查 勾射 亂射一輪 浪費了子彈 亂查一輪 屈了一堆 冤枉的人 然後打人家心寒 然後再出來搞 那一巴掌就蓋 普京蓋到應 我們就可以留意一下 會不會有這樣的事情 至於有種說法 會不會是普京自己自編自導 其實就是想打倒 這兩父女 實際上就是這兩父女 出賣的 我看的機會不大 對於 第一 這種人 本身 他雖然思想上有影響力 但這種人沒有實權 普京不是不知道 普京很清楚 這些人可以做到多少事 他除了勾吹之外 他實際上可以做到的事很有限 這種人 就算他吹起一些東西 看起來 不完全一致 但是他可以容忍 普京的情況 他會容忍 他這種容忍 最主要就是 最底線是一致就可以了 最底線就是 大家都在說大俄羅斯 大斯拉夫主義 然後大家都在說對外擴張 你這樣支持我的行動 其他細子人他不來 他不來 他最重要就是 獲得你那批底線的人支持 這是另一邊就是 反抗那邊的人 就算我假設他這個人想反擊 但CIA和MI6 那類都不會歡迎他 亦不會幫他做任何特殊的事情 因為這種人沒有權力 他所謂的影響力就是除非他直接飛到那些地方 然後自己馬上走進外國使館尋求政治庇護 但他其實是外國使館也不會相信你的 因為你的往績根本就沒有一塊系 你突然轉正人家都會懷疑你是否間諜 所以我看就算他想外國也不會理會他 也不會用這種東西逼他 所以你說普京會否發覺普京派人去殺他 我看就不像普京也不想他死 就算真的有事情在內部大家不妥 或者他嫌普京還不夠激進 要激進一點也好 我想普京也沒有興趣對立他 他需要這種人 甚至需要這些人去做最極端的壞人 然後他看起來沒那麼極端才容易得到別人的支持 即是說你要有對比的這個世界 做政客也好 做這些 radicals也好 當然有人要 radical過你 你才不是最 radical的人 你不是最 radical的人才容易得到更加多數的支持 因為人世間的東西有時候很奇怪 就是這麼奇怪的 所以我懷疑你說是不是他跳出來去搞 我覺得不是 所以如果是這樣 我也不認為普京有興趣去挪勾他 挪勾他沒什麼用的 就是你挪勾他反而是浪費了 因為這些人他亂不出樣 而他的權位 他的名聲 他的錢 全部是來自於你給的支持 你那些不是直接支持 那些是簡潔支持 你女兒在電視台開聲 經常說話 經常說支持 你父親有大學的教授可以去做 有空可以演說 可以在知識圈發表意見 幫他控制知識界 如果是這樣 我幹嘛要對他 我不認為這是普京自己的行動 我覺得最多是真的有人在反抗 即是有新的人加入了去反抗 這站不是原本的 普京跟開那一站 有很多真的可能是前官員 或者一些前的 甚至是行動部門的人 去開始出賣他 行動部門的人會很看到那一股味道 就說你輸了 你在失敗 坐高層的人有時反而會不清 不坐 因為離地 而且他沒有什麼感同身受 但這群前線友 可能他有同袍 現在根本就是在烏克蘭打仗 或者烏克蘭執行情報有務 而被人抓了 殺了 又有 即是他會發覺既然失敗 為什麼我還要繼續 也可能加上一些上級中層的指揮官 這些人才有能力去發動這些任務 太高層的人不曉得指揮 太高層的人最多就是安排資源 或者安排一些網絡的網絡 他的人際網絡 另一些接投人 然後那些接投人 又可能左軟右軟 又可以把Polomarev流亡在烏克蘭的Polomarev 然後他提供資金 或者線報 你配合在那裡 他的債員就離開 然後他就拿了一個claim 然後他就引誘你普京勾炸勾殺 最後就是盡量削弱你自己的ground 如果是這樣看下去的話 第一 隔多一個多兩月後 會不會又有一單半單東西出現 或者兩三個星期後會不會又有東西出現呢 尤其是會不會是在普京拉了某些人 claim說拉了某些人之後才再出現呢 如果是的話 就 即是說 陸續有來 還有普京的位置真的越站越不穩 有很多人開始在做事 而且殺的人會由這些思想家 可能去到一些盜馬裡面的議員 他們也未必有實權 但是主要的重點就是在製造人人之危的氣氛 就削弱了他在外圍的支持者 難聽說就是先撕蟑螂腳 殺隻蟑螂之前撕掉他的腳 把他的腋子撕掉 反了他的肚子然後才慢慢對 可能會是這樣的做法 而對於烏克蘭來說 現在要捱一輪軍炸 但是捱完一輪軍炸 其實對烏克蘭某程度上有好處 因為又可以插乾俄羅斯人的軍備 為他下一輪反攻可能做更好的準備 而對於西方,西方會繼續觀察 會不會陸續後面有其他的行動 如果有有效行動的話 西方就會看得出普京的日子可能不久 就會更加支持烏克蘭 不單止反攻,不單止修復核桑 現在已經容許你去炸克里米亞 實際上很有機會就是 到時就容許你直真去修復他 甚至連鄧巴斯地區也不會說那麼多 照納回來 因為如果俄羅斯普京頂不順 最終塌盪的話 或者不塌盪也好 風雨飄搖的氣勢 自己都出不了人馬 自己的親兵更加不敢離開 莫斯科和聖比特寶 因為要保自己 他在前線的軍隊越來越弱 可能很快就敗 或者很快就敗 這樣的話就可以為烏南戰線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進展 也不出奇 如果這樣的話 美國和北約也會有其他的打算 會多些打算 可以去盡一點 把俄羅斯這一日也剪掉 如果能夠來到印尼 即是11月開支20的時候 普京就算不下台 或者可能勢已經弱到不得了 周身不妥 甚至來不了 對於美歐陣營來說 這也是一個企業 所以會不會 現在是8月 會不會下個星期 或者再下個星期 9月頭會不會有特殊的事情發生呢 不知道 但這也是要觀察的事情 而你說 普京自己裡面的 現在說去殺他 我始終不認為 不是不可能 但機會不是那麼大 沒有必要 那就 暫時先看著這麼多事情 印尼11月之20 去不去都成問題 俄羅斯這次 如果去不去的話 那習主席去不去呢 甚至在早之前 有些身體的會面 上合或其他事情 到時是否還會面 都不知道 我們可以留意這些事情 就知道普京還站不站在找 或者他真的走出去才有事情發生 也不奇怪 到時變得無家可歸 也會是非常特殊的 今天先說到這裡 這是簡單單單分析 多謝大家收聽 記得按鈴鐺 還有按鈴鐺 還有訂閱 還有訂閱 遲些再談 拜拜